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视频的现场 我想全台湾都很惋惜 这个齐柏林先生不幸 他要拍看见台湾2的时候 他的直升机失事 那我就想起他拍看见台湾1的时候 他邀请我去看他的试片 因为那个时候他也都不知道 这个片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回响 大家都很关心 都希望他能够成功 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冒了千辛万苦 而且几乎倾家荡产 然后来拍这个片子 所以他也想帮助他 所以我看完试片以后 就在2013年的10月15号 在中广访问他 我们当时把他播出来了 那他的正式的片子 是2013年11月1号去播出 放映在院线去播映 所以我们在之前要帮他宣传 所以在2013年10月15 我们就播出他的访问 那当然文健也访问过他 不少朋友其实都访问他 都希望他能够成功 那结果回响热烈 非常成功 其实也超乎 出乎大家的意料 那我们把当时访问他的 这个录音CD找出来 资料找出来 今天重新播一次 让家家再回顾一下 他当时拍 看见台湾1的时候的经历 心情以及他的期待 我们用这个来哀悼他 来这个纪念他 我们很高兴 今天请到齐柏林先生 到我们现场 柏林兄你好 赵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这个你空拍 其实已经多年了 很多很长一段时间 陈文健的时候 那个讲这个政府二度戏的时候 很多也是请你帮忙的 很多的这个空拍的记录 这个现象等等 那今天我们访问你 主要马上要推出一部电影 叫做看见台湾 那这部电影 视频我也去看了 也很感动 而且这很难得 从高空这样拍 听说耗资光这个电影 就耗资9000万 将近1亿 在国片来讲 算是很大手笔 对其实 因为是空中摄影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跟一般 我们就跟一般的拍摄不一样 我们除了 那个一般摄影的设备之外 事实上最大部分 是直升机的经费 那台湾的直升机数量很少 然后他的单价很高 大概是国外的 大概像美国 大概三倍以上的价钱 对所以成本就相对就很高 对为什么台湾这么贵 因为台湾的直升机 它的营业的任务 有些限制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 然后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 它的成本就高了 譬如说在香港 在日本 在很多东南亚国家 都会大楼对大楼的飞行 像空中计程车一样 或者是医院 对 那在台湾这方面 观光也经常有 对台湾这部分很少 我上次到奥地利 不对 对 奥地利 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 然后警察就把它隔开 过一下就直升机下来 对 哇 我说 怎么直升机要下来 他说 因为怕有人受伤 所以直升机把人救走最快 对 哇 这很重是人命 然后前上一两个月 我到纽约 那到这个Greenwich 那个去 到康乃迪克州的Greenwich 也是看到高速公路上出车祸 是 救火车来 哇 救火车来 我说什么 救火车来呢 他说第一个 车子可能会燃烧 所以救火车来 万一有火烧车可以救 对 第二个呢 这个救火车快 那救火员通常也受 有受救生训练 是 所以他如果在救护车还没到的时候 他也可以先这个紧急救护 对 所以看来也比我们重视人命 我们的话大概只有警察到了现场 也许救护车会到 也看不到直升机 也看不到这个救火车 那的确我在环保署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买飞机 是 为什么想要抓那个空污 对 河川啊 河流啊 土壤啊 工厂乱排都会 一查那下 他想好贵啊 第一个买飞机 是一笔预算 保养也很贵 他整个后勤补给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还要拍了 还要飞行员 哇非常贵 我想这么贵啊 后来我们就跟空中警察队合作 一年付他几千万 我忘了几千万 两千万多少 三千万 然后跟他签约 就每个每年 你要给我们多少小时 对 我们去机查这样 反正对他们来讲 也多一笔收入 其实过去 对过去的时候 我也帮了环保署一些忙 就比如说 那时候有那个韩国的邮轮 在那个新竹外海 污染的 那是也是我去帮忙拍的 像北部区域 几条河川啊 污染的过程 也是好 因为过去在空中摄影 它算是一个 本坎比较高的一个技术了 那从事的人少 那时候我就支援了很多次 是 那我接下来就讲 这部电影叫看见台湾 我想请他说 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空拍的 如果我们拍的 路上拍拍就不错了 怎么会想到 而且那个条件很困难嘛 怎么可能给你有机会空拍 这跟我整个 在读书的时候啊 我就参加摄影的社团 就喜欢照相 是 那因为 摄影社的很多啊 对 但因为我们书读的不好的 真的 然后退伍以后 真的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那觉得想往兴趣去发展 所以去婚纱摄影当助理啊 去商业摄影公司啊 然后后来去杂志社当摄影师 那我在杂志社当摄影师的过程中 就有一两次 就跟前辈的摄影师 上飞机去拍房地产广告 对 所以一开始直升机的空拍 是一种商业的一种 一种服务的方式 那后来啊 我进到公职里面服务的时候 我的 我的局长是欧静德先生嘛 是高工局 国道新建工程局 对 他那个时候其实 欧先生进到这个政府体系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的观念 他的视野啊 我觉得格局非常大 所以那个时候 他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启蒙 尤其是他的简报 都是我在帮他做嘛 然后他 但是过去的时候 他找了很多国外的书籍资料 我们以前要翻拍起来 变成slide 去做换灯片的简报 所以在那过程中 我听到他的想法 然后又 又加上我自己看到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 台湾是一个需要被记录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投入在这个部分 我除了在为我自己的单位在空拍之外 我跟航空公司有很多很多的合作的机会 然后到大便机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过去直升机非常贵嘛 那不是我们一般上班族 多少钱啊 大概 我从一小时五万块到现在一小时十五万块 这二十年 一小时的时间 对一小时的时间 买一个直升机多少钱 买一个直升机 看直升机的单引擎或是双引擎 其实基本上都要上亿了 那么贵 对 一般简单的小飞机我们大概不能用 那个有点就是马力各方面不太足 运动休闲型的 那就比较便宜 对那就比较便宜 那就再几千万只谱这样子 还是很贵 还是很贵 但是好像听说台湾很直升机很危险 因为那个地形啊 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 其实台湾直升机限制很多啦 就是因为现在主管机关都把直升机当作是一 跟一般固定的飞机在一起管理 所以你知道像直升机 它是一个很机动的飞机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现在松山机场起降很频繁 对不对 那连我们直升机都要被流量管制 那其实直升机不用跑道嘛 它随时就可以离开 它的特色就是垂直可以起降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在那个等待过程中 一直等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流量管制 就是它的那个 不能修吗 你们不能反应吗 找个地位修个法 这个反应很多次了 其实我在台湾空中飞行的过程中 其实直升机就像是一个小媳妇一样 像比如说我去飞高山的时候 快要到高山上的时候 突然一个那个航管的指定下来 现在空军的飞机要过来训练了 叫我们要离开 他更就不管我们 你已经好不容易飞了一个多小时飞到那个地方 就说我们把我们赶走了 那其实无效飞行 就是无效飞行 就摸摸鼻子自己就就离开了 那很多如果就是不离开会怎样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 就是有一次呢 就是我在高雄空拍 我去拍月世界 已经刚抵达到月世界上空的时候 塔台告诉我们说叫我们回去落地 那我当然不愿意啊 我好不容易飞到那个地方 天气非常好 然后我就 一个众头15万呢 对 然后后来那个飞行员就 因为我是飞行员 等于航空公司的客户嘛 他必须反应 还怕 对怕怕 然后知道怕被人家怎样了 所以他就跟塔台讲说 什么原因要我们回去 一开始他不讲 他你不讲我就不愿意回去嘛 那他说因为空巨银号要起飞 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 总统要 不一定总统啦 不但是反正就是 对 然后就叫我们要回去 那当然我们就知道回去了 那后来有一次总统 他在他治国洲际 请我上去访问嘛 你就跟他讲了 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他就 他也很无奈 他就跟我说 那以后你要空拍的时候 先跟我讲一声好了 空巨银号先不起飞 实在是 所以我们这边 那个飞行的过程中 其实很多无效的飞行 就是碰到各种各样的 有时候噪音管制法 有时候空军训练 然后有时候很多原因 对 就会让我们飞行的成本就变得很高 就很高 对 是 我就有一次我在伦敦 刚好经过 我忘了一个 我在路上走 突然发觉 飞机下来了 对 搞得原来是皇宫 在英国女王啊 还是什么 就做那个子 就说 大家都不跟我看 我觉得这很难得 很新鲜 这两块就是下来了 不过那个军用子晨机 看起来蛮壮观的 是 所以你原来等于是在公家机馆服务 对 我听文健说 你本来可以这个到工作到退休年龄 然后领这个终身奉到 你为什么就这样 没有差多少时间之外 你就走了 大概还要三年 那就人下三年有什么关系呢 这 人家现在年轻人 人生第一次元 都是考进公职 对啊 我 我其实 我的公职的年值是23年 但是因为我是七五制嘛 所以我必须要50岁才能够退休 我主要 我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 我就想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过去在拍 照的过程中 经常受邀去各个地方去演讲 你知道我在演讲过程中 我得到回馈是台湾的人 不认识台湾 尤其是年轻的同学 甚至是冷漠的 去演讲的通试课程 七八百个人 八九百个人都在睡觉 其实很挫折 你知道 那我当然觉得说 那可能是我们口条不好 或者是我拍的照片 没有办法吸引他们 应该会吸引才对啊 对 可是 这比一般的光 嘴巴讲的叫做 已经生动很多了 对 但是你会发觉到这个现象 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影片 那我也不要天天 到晚跑来跑去 那时候还上班 就看电影好了 看电影 对 刚才有那个念头 但是这个念头 刚开始知道它很困难 因为过去台湾 完全没有这样的拍摄方式 你知道像我们现在 在空中摄影拍摄的设备 那个要七十万 美金 对要美金 对 那我们一个上班族 怎么可能 那时候算算汇率快三十三块 加上税金 关税什么 两千多万了 快三千万 对 那不可能 但是 但是你看到 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你看到BBC的 那个生态节目里面 这种空中摄影的那种画面 是大量被运用的 台湾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就 因为我其实在过去 空拍的过程中 我一直给自己一个使命感 要记录台湾嘛 那我想说 我来试看看 做这个 用拍影片的方式来记录台湾 你讲这我们都很惭愧 我记得在美国 很多那个电视公司 甚至广播公司 他报路况都他有飞机 直升机在路上 现在是广播 中广流行网 我们现在这个路况直升机 正在东方南路 新一路口 现在 都是这样播报的 对 我们常看到那个 新闻上警匪追逐的画面 事实上空中摄影 可以提供警方 一个很好的 那个追逐目标的方向 一览无疑 对不对 一看都看到 所以你就为了这个 想早一点 为了理想 因为那时候 说真的 我自己觉得我第一个眼睛 其实眼睛开始老花了 你知道在飞机上工作 那个眼睛很重要 过去我们是拍底片的时候 拍完才知道结果 现在拍数位了 你看当场就知道 就要看 可是你知道老花的时候 你在飞机上 看不见你的那个摩摩屏幕 而且一直抖 镜片一直抖 虽然你配了多焦的那个镜片 那个飞机会抖 对 因为视力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衰退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你想早一点 我想早一点 我想等到我50岁 早一天就一天了 对我想说等到我50岁 退休了以后 再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我的动力 跟斗志 或是我的 想要圆梦的那种企图心 可能都会没有 因为公务员退休了 就生活安逸了 何必再去给自己压力 所以我就 这点蛮佩服 只差那么一点时间 可是我 其实我当时很狂恐 我犹豫了一整年 我就办了一年的留职停薪 你现在回头看了 值不值得 我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 其实我离开公职的时候 我觉得更海阔天空 因为我在公务部门 我在做那些 对很多限制 其实当时的考量 也是不要给单位机关带来困扰 因为公务员服务法 有很多限制 所以我是衡量了 大概一年的时间 就决定离开了 对 其实中间有 不是只看见台湾这部片 其实很多地方都看得到你的成绩 对 好 那终于有一部电影出来 看见台湾 这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惊险镜头 飞机差点湿湿 你差点从飞机上掉下来的 我觉得你们那个拍都胆子很大 而且我看你那个 那天我去看试片 后面那个 我本来 其实我有点笨笨 我开始以为说 喜伯玲你自己会开飞机 我这样的空拍 可是怎么想到空拍呢 然后一定是那个飞机 前面就装个摄影机 战斗机不是这样吗 你去看个飞机 到这下来拍 我能一看说 哇 后面那个飞行员 就那么几十个 因为可能每次都不同的飞行员 去不同 所以你要感谢他们这些飞行员 等于是飞机在开 你就拿个摄影机在那边拍这样子 其实我们这个设备 从美国进来 其实你知道当初 要申请这个设备的时候 他经过美国国务院批准 他怕你要干嘛 因为他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摄影机 所以他一些跟美国非有好的国家 是不能去的 所以当时有做很蛮常的审核 那我们进来台湾 所以大陆就不能去搞不好 不能去 不能去 对 那如果你在大陆 请你去帮他们拍 是土地的美丽 或者是创伤能去吗 那基本上就是他们要提供设备 他们应该有能力把设备 你不能把这设备带去 但是我的设备不能进去 哇 这么严格 对 其实我一直在怀疑 那个摄影机里面 可能有某些装置 让他知道说 你这个设备在哪里 我自己有点这样的怀疑 都可以侦测得到 对 那其实在飞机上工作 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知道我们飞机是单引擎的 那我坐在飞机里面 它其实就像一部小轿车里面 空间还要小 那么小 对 那我个子比较大 我在飞机里面 其实是这样子 狗 弯腰头背 背躬屈膝的 在操作那个镜头 声音也很大 声音很大 很吵 很热 没有冷气 然后飞机也没有雨刷 其实整个拍摄过程中 不像大家对飞行的那种浪漫的想象 不太一样 一次出去要多久 整个飞机的续航力 大概两个半小时 但是不会飞到那么满 因为万一 对万一有些紧急处置的时间 要有适当的油量 可以回去落地 这样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齐柏林先生 他马上推出一部新的电影 叫做 看见台湾 很好看 那11月1号 对11月1号 正式全台的院线可以上映 我们等着再细谈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访问的是齐柏林先生 大家知道他是空拍专家 那他在11月1号 他们要推出一部电影 叫做 看见台湾 这部片子的 那叫适应还叫什么 对适应会 我们去了 那看看过后 大家觉得蛮好的 那心情也其实又很复杂了 因为他这个片子前半部 在拍台湾的美丽 真的很难得 是 我那时候有点惭愧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就玩啊 什么都喜欢出国 对 台湾这么美 不过当然也不能怪我们 因为我们平常也看不到那点 你就爬山一定要雪山 什么玉山 这个山 那个山 你拍那个梅花路啊 真的 很美啊 对 平常我们其实看不到嘛 不容易了 对 真的不容易了 也不是邱一新 其实我去拍也都很困难 看到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其实能够在台湾能够拍到野生动物 不容易 都是非常运气的状况之下 是 就像他们好像国家的频道啦 或是Discourly 他们也是 听说都等很久 我们看到的画面 可能要等了等好几个月才刚好拍到那个 对 对 那所以这部片子很美 然后另外呢 前半部是讲台湾的美 后半部就是说这么美的土地 我们现在面临到这种天然灾害严峻的考验嘛 还有加上人为大规模在这个土地上的一些行为啊 是 让我们的美丽稍微受到一些伤害 那好 回到就是你拍这片子过程当中 这片子多久 整个 93分钟 不是 我对于说整个拍摄的时间花了多少时间 整个筹备到后制到拍摄 大概前后五年的时间 那么长 对 但是整个在拍摄的部分是三年 整整的三年 花很多时间 就是三年 等于是全心全力都在上面 对 因为他 其实他是一个纪录片 但是这也跟我们的那个 就是拍摄经费有关系 因为我们拍摄经费一直没有办法一次就到位了 有不少资助是吧 有不少资助 就是台大电子的郑董事长 那富邦陈小姐 然后对 韦创啊 那个还有美清姐的基金会都有帮忙 然后还有很多 真的是台湾很多很可爱的这些网路上的这些朋友 就是用很多方式来支持我们 但是因为空中摄影真的是他的成本就是非常高 对 包括我们设备的经费都很高 所以有时候在拍摄过程中 不免有时候都会停顿一下子 就是因为不知道下一笔飞行的经费在哪里 是这样子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飞行的过程中都 都是 你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压力 来自于要怎么样控制这个飞行的成本 因为常常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很想去拍 可是你去拍一点 你回来的画面可能就是用30秒一分钟 可是你可能要花上百万的经费 就是要挣扎了 就要很挣扎 他是不是每次我的制片都说 你这会不会放在电影里面 我哪会知道呢 拍下来才知道啊 对 所以这部分也说真的也错失了一些机会了 因为我每次飞行出去的时候 我都希望说一次飞行可以得到最多的收获 每个点每个点都可以拍得到 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访问是齐柏林先生 看见台湾 这部电影马上要推出 我们续续续续续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齐柏林先生 10月1号看见台湾这部 11月1号 11月 对 11月1号 对 有史以来第一部空拍的 他算是纪录片 但是他也算是有剧情 他的故事性 故事性蛮高的 那而且很多说明 对 这是台湾什么地方 台湾什么地方 这什么地方 这个污染了 破坏了 其实 那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特别值得讲 然后有没有什么危险 其实飞行一定是有一些 随时都有危险 对都有危险的 但是你跟飞行员 一起在飞机上面 事实上你要非常信赖 我们的飞行员 那他一定不会去冒险的 因为你知道很多飞行员 他在训练的过程之中 有很多的经验 他会告诉我说 这边可以去 这边不能去 就他觉得前面状况 目前状况怎么样 所以过去 我们只要碰到那种很坏的气流 我们就赶快要逃了 就赶快要脱离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飞机很小 我们单引擎的飞机很小 所以 台湾的 因为海岛 对 所以那气候的变化很快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 在要飞 譬如要飞高山的时候 像您看到那个大山 你觉得那种美丽的样子 气势磅礴 对 那基本上都是在清晨 天刚亮的时候 在气流稳定的时候 然后热空气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要赶快飞上去 你知道台湾的山区 大概到十点以后 热空气上升的时候 我们常看到电影的画面 风起云涌的画面 就会出来了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飞了 是会震动还怎么样 不是你飞机完全没有办法 去控制你的飞行 你就是被风带着飞了 你飞行员经常会 那飞机碰到那种情况 飞机是零速 就飞机的那个马表上面 是没有速度的 是因为风的速度 比你飞机还要快 他带着你走 对他带你走 那万一给你带着 撞了山怎么办 不行 那所以飞行员 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要判断 就是这边要不要进去 不能进去 要赶快逃离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 像你刚讲的最特别 就是我们在 那个电影的最后面那一幕 就是原生同生 儿童合唱团 上玉山的那段 对对对 他们怎么上去 那一段就是在 他们因为在玉山主峰 那小朋友都没有爬过 那么高的山 所以那个马校长的 马比德校长 就是在上山之前 他们做一些挺人的训练 然后大概就是用 两天的时间上山 就第一天 他们真的这样爬上去了 对第一天先到排云山庄 就是大概3000公尺左右的高度 然后第二天早上要拍摄 那天早上 凌晨两点起床 那六点到三顶 那那天也是因为 我们前一天得知 就空军告诉我们说 他们八点钟要演习 要训练 所以我只能在八点钟之前 来拍这个画面 那你这个片子 我有看小朋友 往山上爬的这个镜头 然后就到山上 我想他命中飞机 把他运上去了 爬了两天 这小朋友了不起 对这了不起 小朋友昨天呢 我跟他们碰面吗 他们刚好来参加 国情日的国歌的演唱 有一个小朋友抱着我肚子说 乞刀演 你怎么可以这么沉荣的对待我 哟哼哼哼哟哼哼哼哟哼哟哟哟哟 啪啪啪啪出来 台湾陆军总司令 坠机 那个时候台湾空军总司令 就不肯上那个直升机 陆军总司令就上了 结果就发生问题了 所以可见直升机的确是 我们在 其实飞机事实上 它是蛮安全的一个飞行载具 它的就是任何的飞机 要有什么故障的时候 在飞机的仪表板上面 都可以看到一些警示的灯 都可以有那个 紧急处置的装置 那像我们在空中摄影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尽量都是选好的天气 我们跟出任务 跟去演习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一定会选择 比较好的天候 那碰到不好的天气 难免会碰到 但是这个情况 是不能跟天候去抗衡的 对 顺天应人 对 所以你知道 我曾经在那个 很高的山上拍照的时候 刚飞上去的时候 就碰到乱流 那个时候 飞行员很紧张 叫我赶快把门关起来 那你知道 那个过程 大概就三五分钟过程 你觉得好像就好漫长 那飞机就是又一直飘 一直飘 你不知道飘到哪里去 飞行员当时只能 去尽量去稳定 那个飞机的飞行的姿态 因为风的太强了 就是说飞机变零速的 那种状态之下 然后到飞机马力恢复的时候 因为风 飞机马力比风大的时候 它可以脱离的时候 赶快就跑掉 所以这过程中 在拍摄过程中 难免都会碰到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飞行员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跟大陆的飞行员 我听说了 那个是 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的 技术上面 飞行经验上面 还有观念上面 他们是怎么学 都是军方下来了 都是军校 都是军校 几乎都是军校 他们才有这个机会学 对 因为直升机的 其实直升机很难飞 直升机 像你现在一般民航科技 autopilot 然后上去可能飞行员 还可以睡个觉 这样子的 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 是双手双脚都要在用的 很累 他比我在拍照还要累 所以他们 我们飞行上去的时候 都是两位驾驶 一个正驾驶 一个副驾驶 当我在拍的时候 正驾驶帮我飞 那在飞度的过程中 就交给副驾驶 让他可以休息一下 那你开的话 都要窗门打开 这样看 拍照片的时候 都是窗门打开的 我上半身全部都是到 那怎么要掉下去怎么办 有有有有把安全带 那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次经验 就是我拍完以后 我下飞机的时候 要截我的安全带的时候 我发觉我安全带 没有扣在扣环上面 如果当时 还是俯身 太好了 这个美化路再跑 但是有时候 后来我自己想想 其实坐在飞机上面 其实有种惯性 其实你要掉出去 也不容易了 但是你身上的那些零碎的东西 有时候帽子 那些都不能戴 就是很容易掉出去 风很大 胆子要蛮大 不过当然也许 习惯以后 对习惯 就会比较 其实我在飞机上工作 很能适应 但是我不敢坐云霄飞车 我不敢坐海盗船 对那个不敢 怕那个鸡啊 重低加速度还怎样 有的时候 我站在大楼顶端的女儿墙旁边 脚底也会痒痒的 对其实是有点具高症 但是我在飞机上 因为工作很专心 所以而且我 我一直觉得在记录台湾是一个 是我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飞机上不觉得害怕 是 所以这个就是投入了 对投入 对 那这个无恋真是旁白 对 然后 这个Ricky 和国杰 和国杰 配乐 他是 起码讲最佳音乐原创奖的得主 对 那音乐还到布拉格 是 跟布拉格教学院合作 哇 这是大手笔 对 这要讲 布拉格教学院还是蛮 哪有水准的乐团 对 你知道因为我们空拍了画面 就是一直飞行 你真的要看很长 说真的 你需要增加一些 对 氛围 那时候 我们一开始就设定 这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时好多人给我建议 可以找谁找谁 就有天晚上 差不多12点的时候 林怀明老师打电话给我说 你要找和国杰 其实当时我对他不了解 我们只从报纸媒体上面 知道说 赛德克是他做的 然后花了很大的经费 然后录的音乐 那时候我们 很有气质的 对 那时候其实我们在飞行的 那个经费都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根本就不敢去找他 对 那林老师说 你不去找 不去试 怎么知道呢 那我们就试着去接触 一开始 Ricky 他都不接受我们的邀请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是个纪录片 他没有兴趣 然后他 结果后来三番两次的 跟他做联系 经纪人联系以后 他第一次看到我们画面的时候 哇 好美 就跟您看到我们片子一样 这是台湾吗 他不相信这是台湾 对 所以他来台北的时候 马上一下飞机 就来到我们这边 我给他看了更多美丽的画面 他就说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创作的能源 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就我们产生了 就就就开始合作 那当时他就建议我们说 他觉得欧洲的交响乐团的表现 是很不错的 希望我们能够去那边录 然后而且是一个很庞大的编制 又增加成本 对 所以后来我们 因为在音乐这部分 毕竟我们不是擅长的 那我既然邀请了Ricky 为这部片子做培训 就听他的吧 对 完全听他的 所以我们到了 我当时还想说 去捷克共产国家 感觉起来好像 不怎么样 可是我去了以后 完全改观 好美 对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 井底之蛙你知道 我去到了那个布拉格以后 我们的这个交响乐团 他帮哈利波特配乐 他帮铁达尼号配乐 汤姆克鲁斯的电影 也在那边配乐 所以整个在录制的过程中 现场过程中 我整个人心情一直非常非常激动 捷克其实很厉害的 我们记得我们的时候 读那个兵器时 很多武器都他们发明出来 他们的机械工业很发达 艺术音乐其实都 你看这个文化 对对对 都是很棒的一个国度 所以我们当音乐做回来以后 又去澳洲做mixing 然后又到新加坡最后的后制 所以整个我们的这个 音乐这么复杂 对 所以我觉得Ricky 他参与了赛德克 参与了看见台湾 说真的 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电影 这方面贡献是很大的 然后同时这部这个音乐也入围了 今年的金马奖的 那个最佳电影原创音乐 今年 对 所以你知道吗 希望你们能得奖 谢谢 你知道我们是纪录片入围的 其他都是剧情片 这是很特别 因为我有问那个风华那个Eric 张先生 他那天有看四片 对 他说 主要都在新加坡做 是吧 后期的部分 后制的部分 是在新加坡的 为什么新加坡比我们好吗 Ricky本身是新加坡人 所以他比较熟悉 然后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新加坡的后制 大家都不太觉得有点疑惑 其实我们到了现场去以后 发现他们国家在这个地方 给了他们后期制作工作非常大的支持 政府支持 对 他们规模 他们设备 说真的都远超过目前的台湾 台湾 应该很惭愧 其实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你会发现到 我们真的要跟国际上接轨 还要有很大一番的努力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齐柏林先生 这部片等于你自己是导演 是 你又是摄影 对 又是导演 还有什么 其实因为 我就主要是负责这两个部分 但是因为这个片子跟剧情片不一样 那飞机只有我一个可以上去 所以当时我就要拍摄过程 就是完全就 全台湾就只有我能够操作这套设备 然后主导这部片子 但是说来很惭愧 就是说 其实我是从平面摄影 跨逐到影片的拍摄 其实我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那这部分我非常感谢 非常多的导演 给我们支持 跟指教 像譬如代理人 像于堪平 顾超 奇艺 很多前辈都愿意来支持这部片子 给了我们很宝贵的意见 大家都爱台湾吧 对 都有一点 他们都觉得说 有使命感 有感情 对 他们都觉得说 我帮他们做了这件事情 也愿意支持你一起来 等于是共襄盛举了 是是是 我们好方的齐柏林 11月1号 在哪些院线 基本上是在台北的威秀的体系 台中高雄台南 新北市桃园都有 因为那个一定要 大一幕 大一幕音响要很好出来 五点一声道的杜比音响 才能够出来那种感觉 像你那天看的那个适应是 我们租到最好的场地 是 对了 超大的一幕 我们现在访问的齐柏林先生 我们继续他就回来 我是赵 刚刚欢迎你回到赵 刚事业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齐柏林先生 大家知道他的是 空中摄影家 那么现在他还是 制片导演都有了 导演跟摄影 那看见台湾 11月1号 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美丽 以及一些伤痕 那刚也提到 这个和国节 Ricky Ho配乐 然后到布拉格 跟布拉格交流乐团 在新加坡完成后制 我们来听听 这个让人感动音乐 好不好 你建议我们听哪一首 我们可以听一个由林青台牧师 跟来来对唱的悟患心仪 好悟患心仪 好悟悟心仪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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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听了这个物换心仪 那配上那个 气势磅礴的画面 那是很感人的 是 那整个片子你觉得 我当然知道你里面有 你刚才提到这么多年来 你希望保留台湾的美 提醒大家这么美的土地 不要轻易破坏 很多种破坏就很难恢复了 那你这片子还想传达什么 当时我一开始讲说 我发觉台湾的人 不是很认识台湾的环境 所以这部片子 其实让大家从换一个高度 来看台湾的时候 我最希望能够让大家 能够认识台湾 因为我发觉到 现在我们很多现象 是我们假装去没有看到它 你知道不管是过度的开发 或是一些污染的现象 空气也好 水也好 海洋也好 其实我们都不太敢 正式的去面对这些现象 但这些现象 很有可能都是在我们在 追求生活生存 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 其实每个人 其实我看都有点惭愧 每个人可能也都是共犯 其实台湾的美丽 跟台湾的商船 其实我们台湾的每个人 都参与其中 我真的是希望 大家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 能够心疼我们的土地 然后能够爱护它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么一个 原本是上帝赋予的 这么美丽的 这么漂亮的小岛 可是这50年来 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 其实它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所以这部片子 衷心的希望是提醒大家 可以认识台湾 爱护台湾 那怎么鼓励大家进戏院看 因为你们花了9000万 你自己房子也押了 通通全新投入了 对 不管不仅是房子去贷款 公司也贷款 因为到 因为这个拍摄过程中 它资金一直没有办法一次 全数到齐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要接好多的案子 然后去用公司的赚钱 然后再投入 对 其实在最后这一步 我们本来在这段 寻销啊 预算最后这一段 经费还不足的时候 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下去的时候 后来 幸好银行伸出援手 让我们不用抵押品可以贷款 可以借到钱 然后才能够走到现在 台湾有时候现在蛮可怜的 你说好莱坞那种大片 对啊 台湾说你现在花9000万 觉得好像很多了 好莱坞一个片子 我看宣传费就9000万美金了 对啊宣传不是拍片了 拍片多少亿多少亿不讲了 所以这个从某个角度 我们要很珍惜了 真的我觉得要蛮珍惜的 还有像你们这些热心的人愿意 这样做 整个累计400小时以上的直升机的飞行时数 对飞行时数 这样这三年过程中 其实大概一年就 其实台湾的天气 跟大家想象中不太一样 一般我们名声上的感觉天气 一旦我们出太阳 就觉得天气很好了 其实我们空拍的时候 需要的是能见度要好 平常太阳很大 可是雾蒙蒙的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可以 飞到100多个小时 100多个小时 其实平均摊下来 其实没几天了 没有几天的时间 所以你看你们拍了 40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累积 就做出来的片子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不到 对 所以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对 尤其是在剪接的过程中 事实上是 会不会很舍不得 这个也想要 其实非常非常舍不得 尤其我初剪出来的时候 搞不好这样还可以在后续 对 其实这个片子刚初剪的时候 长度更长 因为这是第一部台湾 用空中摄影的方式 来呈现的一部影片 我们不知道大家的 接受的程度是多少 所以怕给大家 太大 太长 对 太长 对 所以我们大概剪了一个 93分钟左右的版本 在剪接的过程中 我跟我的剪接师 是不断的在争吵 我想可以想得出来 你自己跟你自己都会争吵 对 所以后来我 有时候我自己赌气的时候 我就好吧 就是反正 反正控制全在他手上 剪接的权力在他手上 剪刀在他手上 是我们现在讨论是齐柏林先生 马上一部 他这个跟普通的纪录片不太一样 说实话 一般纪录片不一样 就是很好看的一部片子 看见台湾 我们需要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好康水平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是齐柏林先生 拍了部电影 从空拍 400个小时空拍的时数 减成93分钟 所以当然很精华了 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谢谢 我真的不知道台湾那么美的地方 那你这个过程 你觉得最美是什么地方 就是没有人去的地方 不容易去到的地方 对 我太太一看 开始就跟我讲说 哇 真划得来 花个几百块是戏院 能够看到 人家花了多少 几千万拍的这个镜头 你知道台湾的高山上 真的是绝美 尤其是在冬天下雪的时候 那一般人都没有办法 没有体力 没有脚力可以上山 所以我在拍这部片子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就是像您刚刚问我说 放弃公职 会不会觉得后悔 其实反过来讲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 我可以帮大家看到这样的台湾 然后我也自语自己 可以扮演大家眼睛 把我看到的景色 让大家看到 透过你的镜头 让大家看到 透过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透过镜头 让我们都看到 对 这点算应该谢谢你 那当然现在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 大家要进戏院 对 那你觉得有没有信心 听说有不少 比如高雄市任务 我听说陈俊胜也包了场 对 其实这部片子一开始拍摄之初 我是不认为它是有票房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透过公益支持的方式 这部电影拍完以后 主动的去放给大家看 当时一开始的构想是这样子 可是当这部片子 我们投入了非常庞大的 那个经验之后 必须要靠一些票房 能够支撑我们 我才能够继续做第二步 捐款是不够的 对 是不够的 对 所以 还有贷款 在赵先生没有看过那场试影之前 我的信心一直是不足的 因为我不晓得大家对这样的环境 介绍台湾的这种影像 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但是从您的 从那次试片之后 到陆陆续续 对陆续续解释试片 我发觉到媒体都已经关注到 这个这部片子 而且都纷纷的都来 希望从我来 从我口中来介绍这部片子 那我现在信心越来越坚定 加上赵先生今天 让我有机会 可以来跟大家介绍 看见台湾 我想这部片子 应该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你觉得什么人 应该进电影院去看 我原来想到的是说 出国 但是对台湾 不是那么了解 或是很多地方没去 其实我们台湾 毕业旅行也都跑 都去了 只是不可能从山上去看 对不对 从高空看 从高空看 那另外就是弟弟老师 应该鼓励学生都看台湾之美 对不对 还有什么人 我觉得全台湾人都应该看 你知道我过去 我在拍空中摄影的时候 我觉得小朋友看不懂 我觉得小学 国中我觉得看不懂 可是最近 我去小学演讲 去国中演讲 其实反应出奇热烈 而且我以为他们看不懂 其实他们都懂 因为老师有教 家长有教 那就看到我的影像的时候 他其实马上看到有些画面 他们就会就会说 这是哪里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对你知道 就是我们去年办一个 环境教育展览 在科教馆办的时候 我们也剪了一个三分钟的影片 结果发觉坐在那个电影前面 就不肯离开的 全部都是小朋友 而且他们现在还可以影响大人 对对对对 而且跟他父母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 应该是从小朋友 都可以看的 从不同角度吧 对 你从爱护环境 或是从想要看台湾的美丽 其实都都蛮 尤其这部片子 我们邀请到吴念珍导演来 为这部片做旁白 他的声音真的是 我觉得他跟他的声音 跟台湾人的情感 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11月1号 是全省同步吗 全省同步 各大维修系统 是的 OK 所以我觉得 北中南都有 是种享受 那么这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真的花了很多的 冒着各种危险 然后这个重金 然后又很难得 拍出来的 好 今天谢谢齐柏林先生 到我们现场 给我们介绍 看见台湾 这部 不是传统纪录片的 影片 我们这样讲 对 欢迎大家能够在11月1号